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祖国的万里山河 群山峻岭之间的微微长城 蜿蜒盘旋 气魄雄伟 驻守西沙永兴岛19年的三级军事长袁兴 和战友们从千里之外的祖国南海岛礁 和西部阿里高原来到了首都北京 登上了长城最高峰 远眺祖国大好河山 今天来到了长城 走的每一步台阶 扶着的每一块砖 让我想到了我在岛礁巡逻的海堤 把我们的海堤就是我们的钢铁长城 我们在边防官兵用这个脚步战梁祖国的这个国土 然后呢就是就像长城一样守卫着祖国 守卫着北京 但我们边防官兵就像是一顿的戒兵 长城之上 在西沙中建岛驻守了19年的三级军事长张校伟和战友们 展开一面来自岛礁上的五星红旗 今天我带来的这面国旗来自于西沙中建岛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它的颜色已经退去 整个旗面已经产生了毛边 这就是它在岛上一个月的样子 国旗对于我们中建官兵来说 就是对于岛的热爱 对于祖国的忠臣 每一丽沙都是国土 每一段堤都是长城 副营长赵军驻守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阿里高原 赵军和他的战友将在阿里高原上升起的五星红旗带到首都北京 这面国旗来自世界五级的五级阿里高原 这面红在高原上是最美的色彩 它跟随了边防官兵的每一次巡逻 同样也经历了风吹日赛高寒缺氧 见证了在边防斗争中官兵的英勇和顽强 一代代边防官兵跟随着国旗 与青春热血和奉献 书写着对边防的热爱 对祖国的忠臣 来自西沙永兴岛的战士申家永 是国旗班的一名升旗手 他不仅和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还走进国旗护卫队 分享他与国旗的特殊情缘 五年前有幸作为海军方队的议员 在天安门前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那是我第一次与这面国旗相遇 今天再一次来到北京 看见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旗 我感到的不仅是震撼 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自豪 这面一次次经历风吹日晒的国旗 见证着西沙官兵爱国爱岛 乐守天涯的家国情怀 西沙官兵也将这面在中建岛升起过的国旗 赠予国旗护卫队 这是祖国西沙中建岛升过的国旗 现将国旗赠予国旗护卫队 你们护卫好国旗 我们守护好国门 我是国旗护卫队升级手 现将你们赠予的国旗 永久侦偿 国旗护卫队 全体官兵 一定捞进使命 不负送托 以实际行动捍卫国旗尊严 向守卫祖国的边海防官兵学习 致敬 敬礼